现在我又是要马上自己来体验一下 师傅也是拿着刀在那酒精里进行消毒 那个客户他拿出一丝纸巾然后进行擦拭一下 擦干之后就要喷酒精消毒是吗 嗯 师傅能不能多喷一下我好害怕哦 我把心里怕怕的 如果等会儿 那个 呃 啊好紧张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等会儿 花也成功之后大家双击666刷小礼物走起来哦 前面是统签造成的 你统签造成的 这有完美是国家的 我们的球功能 这是特别而言的 如果心里得美,刘几近可以 我们的感觉 在弗里面上会跟着人 在弗里面上有关 大家ела通俗 我受了这些人 刮的时候可能刮下睫毛的时候 下睫毛那次的时候会有些不适的感觉 因为第一次刀进入眼睛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但第二次当它触碰到眼睛眼球的时候 就感觉有点刺痒 但这种刺痒是可接受范围内的 然后我可能我眼睛比较敏感 我不停收缩眼睛 但师傅手指特别有力 硬给我掰开 然后掰开之后 它的刀顶的位置和眼球接触的时候 刺痒的感觉会渐渐消失 然后慢慢顺着刮走的时候 你会有一丝的酸爽 然后酸热酸爽 还好就是 可我们觉得说还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当第一只眼睛刮完之后 然后整个人感觉就很轻松 然后第二只眼睛刮的时候就没那么紧张 但是刮师傅 师傅说我热比较重是吗 主要是怎么体现的 热中吗 它刮了它就指不上眼睛 就多舒服多清点 就是热中的时候在眼睛上是怎么体现的 眼睛上还是红嘛 眼睛红嘛 你刮了慢慢的它就消失了 对就消失了 对 就是说 呃 师傅说刚刚我眼睛热比较重 他知道吗 呃 这种 这种这种生活嘛 结束比较快 我们经常熬夜嘛 工作很辛苦嘛 地球不发炸 我们不放假对吧 然后我们就经常会体肉或重 然后这种情况下通过刮眼的话 主要是按眼睛的那个里面的毛巾血管得到放松 其实是一个疏导 血管 就是开心 舒静活络的一个效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